今期为大家介绍的新加坡证券 是在印尼拥有6个煤矿场的天然煤矿集团 做Energy Resources 代号GER.SG 市值是大约3.3千万波元的小价股 新加坡分析员在2月22日 在首发研究报告中评为买入 我会为大家摘要点 虽然IEA预期煤炭在全球能源需求比例来说 会由15年的30%跌至21年的27% 但其实很多都是来自欧美国家 由于煤炭的成本始终较便宜 亚洲地区对它的依赖性也高 预期日行需求仍然保持增长 东南亚国家的需求也很强劲 15年底煤占中国的能源消耗大约64% 全国来说的消耗也占了全球的近半 即使中国为了控制霧霾和污染 而实施了抑制煤炭需求 和减少内地供应的政策 但中国在全球煤炭市场有一个重要角色 入口煤炭贫注低的运输成本和高质素的优势 在2008年起中国已经变为淨输入国 2016年的入口量按年增加了25% 去到2.55亿吨 印尼算中美印澳四国之后 是第五大的产煤国 2015年产出了4.6亿吨 出口占了3.6亿吨 随着国内燃煤发电等基础设施的发展 内需保持增长 集团2016年完成了业务重组 卖出了开彩、覆盖层去除和运输等工序 并转为外判形式 减少了大约170万美元的固定成本 及每年约100万美元的营运资本 此外亦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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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亦� 以露天海彩形式 預期生產1000萬噸的每噸現金成本 都不高於26美元 與現在市價有一個距離 再者,它的三大礦場鄰近港口 降低運輸成本 16年底,集團預計煤炭存付量 超過1億噸 三大礦場,BEK、SDJ和TBR佔了96% 以平均熱值4200或以上中低品位的煤 佔了86% 隨著銷售款項上升 集團可以藉著收購而補充存付量 中國為了自力平衡電廠和產煤商的利益平衡 預期盡量令煤價平穩 預期2017年平均售價每噸37美元 即使較第四季又回落 但比起2016年平均的31.8美元高了16% 利好催化劑包括新模式有助 以及直接收購、擴展藏量和產業 以2016年第三季 印尼四家同業的平均市盈率11倍 乘回2017年 每股預測盈利3.14美元 以及波元對美元5年平均值1.3美元 目標價是0.45波元 较現價0.29 潛在升幅有55% 不利風險包括煤價低走 高莫彩率導致高現金成本 印尼匯率下跌 運藏量的彌補不足 以及印尼政府的政策改變 譬如為出口設限 技術走勢方面 自2016年8月9千低位反彈之後 一浪高於一浪 在10月初形成黃金交叉 上升動力加速也有成交量配合 0.215成為升浪的重要支持位 下一個阻力會在0.325和0.34 大家可以考慮 買入價是近日多次的低位 0.27 只涉價是0.215 只賺價是0.34 多謝各位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 不構成用何買賣邀請或邀約 本人李健強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截至本評論發表日為止 本人及有聯繫者 並沒有持有全部提及的證券 所有相關財務權益